韓劉來到鎮南鄉早餐這台買 沒得到沒得到 像我年條生意特別好 老闆娘不是跳樓大打賣 也不是繼續營養 哪有這麼多人來騙場 原來是最近有內心的朋友 在網路分享老闆娘的好心 跟她提供的消息 讓很多鎮南湖路鄉親 首舊來教官 希望舊廚來鼓勵 人叫我來買 怎麼說 她買東西燒爛還怪 聽說她算是身體不好 我們算是直接緊緊 跟她趕緊 她趕緊有時候有時候就沒帶 對啊 她可能又有帶她去 不是 有時候她爸爸那時候在帶她去 她都還要帶去她 沒有 因為老闆娘賣東西很實在 十三倍才賣一百元 真受歡迎 最近常來教官的顧客 知道她一人照顧 日落的媽媽 還對著感情都很難 想要幫助她 率領教了她的生活 只好在網路分享告訴 希望大家用幫助的方式 來賭三天 附近最佛船長安保林 也對這位老闆娘有很像的印象 她爸躺在床上的時候 近十年了 幾十年的時間 但是她一直都是她在照顧 還要照顧她媽媽 有空的話她還是會去做生意 所以會讓人家覺得說 真的是蠻孝順的 她也不會去埋怨什麼 她好像一直都會接著說 她很感恩 她也不願意說 去要求說 要給她多少錢 比如說她爸爸死了之後 她還是有一些 給她的那個上帳會 她就說已經夠了 不要再拿了 她不要了 其實很少人會這樣 看到這麼多人來過 老闆娘很感動 不過夠神經病 要驚歹 她並沒有希望很驚訝 她說 長期以來已經接受很多人關心 現在靠到白鴨做生意 扶養媽媽 心愛也還會得過 比她的身體治療很用 也感謝和她親像朋友的顧客 這麼支持 記者的下山上報導